谈点庆余年第一季所挖的十个大坑 下节 第六 太平别院湖底的禁忌之门究竟是什么 叶青梅在留给范贤的信中 简要介绍了他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以及二人的由来 如果范贤想要了解所有的真相 就需要去太平别院的湖底 打开所谓的禁忌之门 你要找个答案 在一个叫太平别院的地方 如果你去过太平别院 会发现院子里有个池塘 我在池塘底下藏了一道机关 操作之后 屋子里会有一道暗门打开 禁忌之门的秘密 人类秘诀的真相 你要的答案都在里面 想知道 自己去看 武竹曾深入湖底一探究竟 但他表示 里面的东西或许只有范贤才能看懂 而范贤决定 等从北齐归来后再去揭晓 第七个 陈萍萍是否真心在扶持范贤 从萧恩口中得知的一系列秘密后 范贤对陈萍萍生出了无比的恐惧 但最开始 他对陈萍萍是好奇 是疑虑 然后是敬佩和深深的好感 我觉得你人不错 我 人不错 毕竟一路走来 对方为他付出了很多 小时候派费戒去教他用毒 给他安排了提私的药职 后来又派专属防卫力量 黑棋去保护他 并且连检察院院长之位 都想要传给他 但此刻 范贤却觉得自己的一生 皆被这个老脖子算计的死死的 而他在面对这样的对手时 竟是如此的无力 那么陈萍萍是否真心在扶持范贤呢 其实前后做法这么矛盾 是因为这个老脖子 即使在赌命的危险时刻 也仍在努力地保护着这个孩子 第八个 太子所画的无脸是女徒 徒中女子究竟是谁 范若若曾猜测 画中人是斯里里 但范贤随即表示了否定 尤其是京都府审案之时 太子就曾逼迫梅子里 对斯里里用过情 可见弱弱的解读根本不通 原著中 太子一直钟情的 其实是她的姑姑 长公主李云锐 因为有伦理上的禁忌 所以才不方变化出对方的容貌 第九个 长公主为什么会选择 站在二皇子一边 表面上看 长公主是站在太子一边的 而实际上 却是二皇子一派 沈忠在揭示内库走私的资金链时 将这一点告诉了范贤 不对 李云锐一直是太子一等 你被骗了 太子对长公主心存幻想 所以一直被拿捏得死死的 那么长公主 为什么会舍弃言听计从的太子 选择二皇子呢 在原著中 二皇子是庆帝所有子嗣中 最像他的那一个 老二做事很辣 有魄力 心机 谋略和手段 都像集了庆帝 长公主知道 只有这样的人 才最有希望在夺敌之战中胜出 而太子虽有先天优势 但性子太过温和 好拿捏 胜算却小 所以长公主 其实是在两边下注 第十个 庆帝和陈平平的谋划到底是什么 将人心做战场 才是最惊心动魄的 出示北齐危险重重 但庆帝还是派去了范贤 陈平平也表示支持 这俩人一个是他的亲爹 一个将他视为子侄 却都未表现出丝毫的爱护之情 庆帝的目的很明确 他是个皇权至上者 一生的目标就是开疆阔土 一统天下 所以他想探究神庙的秘密 为自己所用 为此他已谋划了二十年 而陈平平的意图是多方面的 一 他在顺从庆帝的意愿 毕竟这个故事编织了二十年 足见庆帝的决心之大 他只能顺从 二 他希望范贤亲自去了解 母亲生前的故事 并获得锻炼 为未来掌权铺好路 三 观察范贤的形势作风 并考量他在庆帝心中的分量 方便后续推波助澜 援助中 陈平平的目标 始终都是为叶青梅报仇 除此之外 就是保护好叶青梅 留在这世间的一切 比如范贤和检察院 比如他撒肿的那些花花草草 明天早就做了 注意了 请搜寻 注意 Blaz